欢迎来到国家卫生研究院的Podcast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玉轩医师 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一点特别 我们今天的受访者是我自己的学生 也是我们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实习生 我们国家卫生研究院每年都会有开属期实习 那因为我本人除了任职在国家卫生研究院 也是台大公共卫生学院 健康行为与社区科学研究所的老师 那所以今天我们的受访者是 台大公卫健康行为与社区科学研究所的学生 肖书贞 肖同学 书贞好 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OK 今天我们要跟书贞聊一下 就是书贞在我们国卫院的Podcast实习 她学到了什么东西 那书贞其实是参加了我们国卫院今年的暑假实习 我开了一个课程 那是跟台大公卫学院合作 那书贞是公卫学院的研究生 这个暑假她就是来学习Podcast如何制作这件事情 我自己也觉得蛮荣幸的 因为其实做Podcast我自己也还算是新手 我们才在今年刚成立的国卫院的Podcast频道 那就有学生对Podcast也很感到兴趣 那在国卫院的Podcast的实习课程 可以学到些什么呢 是我们这一集会跟书贞来做讨论 也会让听众朋友参考的一个重点 那首先想要问一下书贞 你当初是怎么知道说有这样的实习的机会课程 为什么会想要来国家卫生研究员学Podcast 所以一开始知道这个实习的机会是透过所上 我当时会想要加入到国家卫生研究员Podcast学习 是因为想要了解健康资讯的传播效益 那我觉得这个跟我目前正在学习 然后也一直有兴趣的健康行为科学领域是存在关联性的 因为比如说像是传统的卫教 你可能会透过卫教介入 然后去了解像是KAP 就知识态度甚至到行为改变 所以我就想要了解 要怎么去评估媒体平台的传播效益 那甚至是说会不会有可能透过 接触更广泛人群这样的平台 去延伸了解现在市场上需求怎么样的健康资讯 另外呢因为国家卫生研究院 对于医药卫生领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单位 然后也在今年初开始加入了Podcast的节目 所以我就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 这样指标性的研究单位 怎么样去运用有别于以往 影像跟文字的方式 然后主要透过声音去传递一些健康资讯 是不是你自己听Podcast听多久了 其实也是近几年 那其实我听的类型也不是只限于医药卫生领域 就是生活类啊 然后旅行啊 说书啊都会听 那我一直觉得说 透过声音去接受资讯的这个方式是很熟悉 我觉得这可以回溯到我自己的成长经历 因为像以前爸妈在接送我通勤时间 车上的这个背景音乐很常就是广播电台 所以你就很熟悉透过声音去接受资讯 所以你现在大部分听Podcast的时间也都是通勤的时候听Podcast的吗 准时收听某一个频道 所以Podcast它就可以让我更弹性的运用自己的时间 然后去收听自己关注的节目 可不可以分享几个你最近常常会听的Podcast的频道 你的人物至上一个 还有一个是跟医药领域不太相关的谈心的一个节目 叫今天星期三 就比较心灵类节目 所以你说听Podcast也一段时间了 你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起心动念说 我也要来成立自己的Podcast平台过 其实会开始去思考 如果我真的创了一个频道 我要做什么样的内容 是还在摸索中 曾经有想过要创哪一类型的频道呢 现在市面上可能很多是比较心灵类的 那做心灵类当然是很棒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往这方面做的话 是不是要走出区别性 跟别人的不一样在哪边 那如果说要做专业领域的话 那我自己会觉得说 现在的程度跟现在的所学 可能还没有那么充足 可以去支持我做知识性的节目 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 创一个Podcast的节目 所以都有在想这种像节目企划啦 或者是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可能自己也要做一个频道 有没有想过一些比较技术性的问题 好比说我自己看那个YouTube 那要不要当YouTuber 我就知道说那个门槛可能很高 你要有很好的一些器材啊之类的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说 其实做Podcast的这件事情 它的技术门槛高不高 第一个像是剪辑啦 然后企划啊 这样子技能上面是必备的 你本来就会剪辑对不对 我本来是剪辑影片类 音档类是之前没有接触过 然后也是透过这次的学习接触到的 你有没有想过说 我们做一个Podcast的频道啊 那要用哪一种麦克风啊 或者是说收音的设备要用什么啦 会不会觉得这些东西要花很多的时间 去了解研究的样子 我觉得在整个实习过程中 其实也很感谢国卫院Podcast的团队 就是带我从软硬体方面都更深入的去了解 一个完整的Podcast应该要怎么制作 所以我觉得在技术性上 好像现在有离创立一个Podcast节目更近一步 成为我刚刚说的 我会更看这种主题企划 就是你想要带给听众朋友们什么样的东西 当初确定说要修这门实习课的时候 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 我们的实习是六周的课程嘛 觉得说在这六周里面 你可能会得到些什么 或者是六周之后 你就要开始开播自己的平台 有没有想过 当时申请的时候是未知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新兴平台 它实习的形式会是什么样子 我当初的设想是 可能六周应该是会收获到剪辑这个技能 然后平台管理 后台一些数据 或许可以学会说 这个数字可能到达什么样的值 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起初的思维方式 有点被受限 其实在整个实习过程 收获的是比原本预期的更多 OKOK 那我们就从第一周谈起 那时候的第一周 你觉得哪些事情 一开始来的时候就觉得和自己想的不太一样 你还没有印象第一周 我们先做什么 有第一周的形式 老师给我的东西是告诉我说 实习啊 有别于我们以往 授课方式 可以提出你的想法 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沟通 在跟老师讨论的过程中 是真的实习非常大的一个收获 因为有时候在跟老师讨论的时候 会刺激到你的一些想法 第一周算是一个震撼教育 我现在突然回忆起当时的那个感觉 当时老师就告诉我说 这周刚好有一个传统新闻媒体的采访 就是收到讯息的时候 紧张了一下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因为以往是没有接触过的 其实也不是访问我 但是我就会自己 那怎么反而是你紧张 反而是我紧张 那我可能需要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那我预期会从这个采访当中学习到什么 我记得当时它是有一些政治性导向的问题 那我们就是巧妙的去把它回避掉 然后把它往 它政治性问题是什么 就可能它的方向是想要请老师指出说 现在政府做的哪里不足 所以导致民众疫苗犹豫 但我们就从现在有的文献回顾 可能是因为大众他们会收集更多的资讯 所以导致他们疫苗犹豫 就避开了跟政治相关的 这个是我第一周的想法 就是哇一切都突如其来 非常的快速 就第一周我们就上证了嘛 让你有亲临那个采访的现场 当然不是访问你嘛 总而言之 我们那几周有各式各样的一些采访嘛 那还记不记得就是说 我们在采访之前 要做些什么准备 先了解访纲 就是你必须要先了解 要采访你的人 他预计要问什么样的问题 在老师采访的过程中 其实有时候我会想 如果是我 我应该要怎么回答 听到老师从 我原本没有预想到的角度去剖析 一个议题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收获 原来老师是这样子想的 原来还有这个面向 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 有点困惑 就是说为什么讲到 podcast的实习会讲到采访 那苏贞要不要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会带着你接受采访 因为一个完整的podcast节目 它出了前期的准备 然后中间的一些技能上面 你要去剪辑上架等等的 其实还有最后的媒体平台的 行销跟经营 以我解读的话 就是可能会透过媒体的采访 然后去让更多的人 开始关注到这个受访者背景 或者是他的专业知识 不管是国家卫生研究院 或者是老师自己个人经营的 探索大脑会谈地图podcast 会通过媒体采访的内容跟渠道 让更多的人去关注了解 我想这个也是 自媒体经营行销的方式之一 苏贞有没有印象 就是那六个礼拜里面 你大概听了几场采访 我听了大概三场 三场就是 一个是第一周非常震撼的 传统新闻媒体 第二个是 一到两个小时的长时间专访 然后第三个是 其他的podcast节目 邀请老师受访 我觉得就是说 当初会安排 我们的podcast制作的过程 然后也会请苏贞来听 我被采访的过程 其实有 就是刚刚苏贞讲的 那三场我们都是有 精心挑选过的 有几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意义就是说 我们通常在podcast制作的过程里面 一来一往的那个访问 其实和传统的那种新闻广播 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就是让苏贞也体验一下说 podcast在被访问的过程 和传统媒体的那个访问 会有什么不同 其实比较大的不同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podcast 我们是操资在极 你如果觉得讲的不顺的地方 可以剪掉 那广播的话就当然要看 那个对方单位 他们愿意怎么做取材 那我第二个采访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那个采访我记得是 因为我在我的podcast 讲了某些的内容 然后有其他的新闻媒体 来访问我们 所以其实podcast的制作 不只是podcast的制作的本身 他还是像是一条龙 他还是做了podcast的时候 他还会有后续的效应和反应 所以在做自媒体的同时 可能同时也会有 传统的媒体来关注我们 所以第二场让苏贞去 建设学习的就是 当你的一个podcast的节目 做得还不错的时候 有传统的媒体要访问我们 我们如何去应对 就是把自媒体 转变成传统媒体 那第三个我记得 好像是关键评论网的一个节目 那就是当我们自己变成是 也是podcast的对方的 受访者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来做一些 应对进退 所以我觉得那三场的节目 其实应该也都还蛮有 学习教育价值 那苏贞要不要再聊一下 就是说在我们国会院的 podcast的学习的过程中 还有哪些是让你印象 也比较深刻的 我觉得首先呢 因应当时的疫情 是处于比较严峻的状态 所以实习 由实体改为线上 其实很感谢老师 还有团队 就是愿意以不同的形式 来带领我 那我想这个在人生当中 都会是很印象深刻 再来我觉得另外 学习到的内容 可以分两个面向 跟大家进行分享 就第一个是 解锁新的技能 然后第二个是 思维模式的一个转变 解锁新技能 很直观的 刚刚有说过 做一集podcast 其实你是一个 一条龙 你有很多细节 要去学习的 像是前期的准备 然后剪辑 然后后台的 媒体行销 平台管理等等 除了在国会院学习之外 就很感谢老师 他也愿意提供 他自己个人的 探索大脑 会谈地图podcast 让我在两个podcast 节目当中 都去不断地磨练 这些所学到的新技能 像是剪辑 文案撰写等等 那很新鲜的就是 有幸观摩了 不同的媒体采访 也会在媒体采访过后 老师会很用心地 跟我讨论说 我刚刚的所听 所想 我觉得这个是 想法激荡的 一个谈论过程 那第二个面向呢 是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 因为采访 其实很多都是 跟老师的专业 就是精神医学 或者是公卫领域的议题 那甚至因为当时 是疫情升温 所以很多都是 关于疫苗的议题 那老师在回答的时候 就会从不同的角度剖析 那因为我自己 是身为公卫领域的学生 所以像是疫苗 这类的议题 我也会特别关注 那老师有时候 他在解释 某一些专业名词的时候 老师用举例 或是比喻的方式 就是让大众 可以更快速的去 接收某些专业术语 那我觉得 这样的采访细节 其实都是 很多我可以学习的部分 可以讲一个 那时候让你印象深刻的例子吗 老师你有提到一个 爬山的例子 我那时候的举例 好像是这样啦 就是说 从2020年左右 我们全世界 多了一个已知 而且很股票广泛的危险 就是COVID-19的疫情 我那时候 做的一个比喻 好像是这样 就是说30年前 那个我们台湾的山林 没有什么在管制 那现在我们知道说 有时候去爬某些山 那个要特别的登山许可证 才有办法进去 那这个登山许可证 到底是不是限制了 人民的自由 其实不是 因为我们知道 爬某些的山 或者是某些山林 它的地形可能很特殊 那个是需要有训练的人 才能够去爬那个山的 所以它其实是我们在 这几十年来 越来越知道说 爬山不只是一件自由的事情 爬山它可能还有着 蕴含某些的危险 那为了要去避免 这些危险的状况出现 所以对于某些的登山步道 它可能要有特定的许可证 才能去爬山 我好像是用那样来做比喻 叫疫苗 现在为什么有的地方 要打疫苗 才能够让你比较方便 因为我们的世界多了一件 原本未知的事情 现在知道怎么去解决 那确实这个威胁 是影响到很多 那当然像登山 这个可能不是一个 很精准的例子 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 整天都去爬山 但是COVID-19的疫情 确实影响到 全世界将近70亿人口的大事 所以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实习的教学的方式 可能和学校里面 有比较大的不同 可不可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的实习 进行的过程是怎么样 像在媒体采访前 老师会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然后我们会讨论说 预期媒体可能会从 什么角度来访问我们 那对应一下说 我们可能会回答的方向是怎么样 或是说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就是要很清晰的 赞助自己的立场这样 那在采访过后 其实老师会像是复习 就是跟原本预设的那个角度 然后去做对比说 刚刚媒体是从哪一个角度访问我们 那跟我们原本的预期 有什么样的出入 然后还有一些 媒体采访的时候 比如说我有观察到一些细节啦 或是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但是可能是时机不是那么适当 当时没有提出来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 可以跟老师一起讨论的 我觉得这些是 除了采访过程当中 前后期的准备跟复习 就是都很重要 对 OK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让你印象也比较深刻的地方 印象深刻是 我在实习到后期的时候 我就去反思 所以一开始实习的初衷 好像有点被放架住了 就我原本是抱持着 我想要了解 怎么样得知 健康资讯的传播效益 要怎么样去评估 那所以有点像是在找答案 就是可能是透过某一个数值 然后了解代表什么意思 但是到后面实际参与投入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是我要学习去解读 这些数据或者是资讯 它背后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义 甚至是在经营平台的时候 学习去摸索跟创新 不同的传播方式 再去结合数据 然后看这个数据呈现 波动啊 还有它的结果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当初有一个预期 是希望了解整个podcast的 制作的一些过程 你能不能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就是说你有参与过的 如何从一开始 当有一个发想的时候 然后怎么去拧定这些访纲啊 或者是做这些访纲的时候 可能要做多久的一些功课 然后在访问的过程中 可能会学到什么 包括说器材啊 设备等等 然后访问结束之后 参与过的剪辑 还有可能像后台的一些平台 它所带领的一些效益有什么 能不能从刚刚所谓的一条龙的 这个podcast的制作的前中后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学习到的 你经历过的 最一开始啊 因为我加入的时间是 国家卫生研究院podcast 节目已经有固定的排程 所以加入的时候看到的是 一些前期已经有出行的准备 透过他们现在已有的出行 我可以了解怎么样做好的前期准备 然后到录制的时候 硬体设备的类型有哪些 那怎么样架设 怎么样使用 到剪辑 不管是在国卫院podcast 或是探索大脑会谈地图的podcast 其实到现在也都是持续的有在剪辑 就是算不断磨练的一个过程 那在剪辑的时候 你也会发现很有趣 因为剪辑的这个软体 它会有一些不同的效果 然后在听感上面就觉得 或许我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修饰 然后就自己去摸索学习 对剪辑音档这个 我自己本身就很有兴趣 剪辑之后就是文案的撰写 那文案撰写在国卫院的podcast 人物专访的部分 也有写一些文案啊 精彩的回顾 然后可以让听众朋友们 更有兴趣点进来 然后收听 再后来是开始上架 之后平台管理 那我觉得平台管理 可以很真实地 收到听众朋友的反馈 透过留言 或者是他们的私讯 看到会建议 比如说音质啦 听感啦 然后包含内容 对他自己工作 或是生活的影响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就非常有意义 再来就是平台数据呈现 比如说也有某一集 听众朋友就突然特别多 然后下载率特别高 可能是更多人关注 某一个特定的议题 其实这个时候 就会回应到我最一开始 也想了解的就是市场上 可能需要什么样的健康资讯 或者是什么样的健康资讯 是现在比较缺乏 那大家需要正确的资讯 跟管道来进行了解 所以当期就会成为一个爆款 对 在参加了国务院的 Podcast实习的六周之后 你觉得对你自己 未来的生涯 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透过实习 其实是更让我确立 将医药卫生领域的专业知识 转移到大众可以理解的语言 这是公卫领域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也是我在透过实习的时候 更确立说 我是真的喜欢这个方向 其实我自己也有一直在关注 台湾目前一些 在做转移健康资讯的企业 或是平台 透过实习的机会 其实是让我去摸索跟了解 这个产业的形态 那也让我在学习的这个路上 更有目标 这一集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我觉得也是带得走的收获 那最后一定要感谢 台湾大学健康学社区科学研究所 提供这样的机会 也要感谢国家卫生研究院 各位老师 然后还有Podcast团队 非常悉心用心的指导跟带领 让我收获了非常宝贵的学习经验 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 如果你刚好也是学校里面的学生 也可以参加我们国卫院的暑期实习 那我们的暑期实习 就是包罗万象很广 那像我自己也会开售 这种Podcast的实习活动 我们下期国家卫生研究院Podcast见 我们其实应该可以讨论一下说 刚刚的那个采访的过程 你觉得怎么样 哇真的是蛮紧张的 就是当然也是有几个大方向的防纲 但是细节其实没有预期说 比如说要开始回想第一周 其实第一周距离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 然后你就要唤起那个记忆 一开始也会担心说 自己无法接招老师的问题 OK 确实习生我自己也是磨练过来的人 然后磨练过来不是说 我长久以来磨练了很久 就是今年开始的事情 一开始我们做这个 然后访我们的院长副院长 我觉得在那个访问的过程中 都会一直想说 到底有没有照剧本走 那我后来事后回去听 当你想到说 有没有照剧本走的时候 就会是听起来会比较生硬 比较紧张的那个时刻的样子 所以我会觉得 刚刚整个过程和反应 会很让我想到 今年年初我的样子 其实就才今年年初我的样子而已 对 所以我后来才会想说 一开始我们在节目之前 我们就有讲 就是在Podcast的制作过程 我就会把它列三个 重要的那个里程碑 那这三个大纲 到底有没有讲到了 然后这个时间 大概还剩下多少 我心里就只有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一开始有讲 一开始的里程碑 就是首先可能要请你先讲 为什么会对Podcast 有兴趣的那个动机 就过去现在未来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现在这六周学到了什么 然后还有未来 它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我心里就只放着这个东西 然后其他我觉得 都很希望变成是像闲聊的方式 所以或许现在听众朋友们 听到的比较像是 我们平常在聊天 刚刚就比较像说 有没有符合你要讲到的东西 比较像是那样的过程 那过程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就是大家都会比较谨慎 那这也确实就是我们一开始 摸索Podcast的时候的样貌 那之后就会觉得越来越自然 越来越像闲聊 那其实我觉得Podcast 其实就是让听众朋友们 好像在旁边听你一群人在聊天 那当然可能里面的知识含量 可能稍微高一点点这样子 所以我会觉得以后你可以尝试看看 就是不一定要看当初有写下来的一些笔记 你看像我现在桌上就是摆着这几点 有没有在时辰之内讲到这些重点就好 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困难的 就是你可能自己讲着讲着 然后你会开始讲到很多东西 然后你会突然忘记 一开始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东西其实是主持人要再把它拉回来 这样子 因为我们人你如果说可以的话 也可以试着分析看看 我们一般人在聊天的时候 都是越讲越远 比如说等一下我们中午去吃饭 然后本来先聊说 苏珍有没有很紧张 讲完之后可能隔了10分钟20分钟 话题就天南地北 不知道聊到哪边去 聊到新闻八卦 聊到什么都有可能 我们正常人的谈话本来就是会越讲越远 那其实这样并不会不好 这样才会自然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反纲 就是这样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主持人的责任 主持人可以把它拉回来就好 最好是我们可以把它聊开了 不按照剧本走 通常这样子是最好 那另外的一个建议就是 到时候我们可以事后再回来 听一下这集的podcast是什么 就是我的经验 一般而言会喜欢听一个例子和故事 所以刚刚在问的过程中 我会一直想要举一点例子 讲一些故事 那例子和故事 还有个人的心得感想的比例 一般来说最少要6比4 那更好是7比3 就是说其实你看一些电影 或者是很多你想要跟人家 讲一个怎么样的大道理 有时候其实光是呈现那个故事 很多人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解读 和反思这样子 那我觉得刚刚的过程比较是 一个我们学术界的这种 描述和心得报告 就是把这个事情 好像你要描述的很全面 然后你跟别人讲说 我觉得在做了这个podcast的过程之后 那我的想法和原本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有时候这个讲法 你可以先举一个例子 你以前的上课 你都是例如说我会讲说 我以前上课我都是会很认真的做笔记 然后但是这一次的podcast 我发现好像也不知道要怎么做笔记 反而是我主动的要去发掘一些问题 像是以前可能讲到说 podcast的制作的过程 我们如果想象有这么一堂课 那我就会期待说在这个课堂里面 会有50页的投影片 然后这50页的投影片 第一个是先告诉你说软体 第二个是告诉你说硬体 麦克风怎么样 收音设备什么 那要去一个一个去把这个东西 把它记下来 去把它学下来 这是传统的课堂 那你本来打算说来参加这个实习课会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在实习的时候 老师可能就直接丢给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是双人的访谈性的podcast 和单人的访谈的podcast 应该要用哪一个麦克风 那变成是自己要去找里面的答案 然后可能要用哪一些的剪辑软体 那剪辑软体当然有收费 有免费的软体 那这个部分你可能跟我们的哪些同事请教 像我们的小韩 也是我们的podcast的团队成员 你可能就会跟他做一些询问 然后搭配不同的场景会是怎么样 这其实比较是一个真实的样貌 我们在工作中解决问题的那个样貌 那更重要的是回到podcast的听众的本身 他可能会比较希望说 能够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这样子 发现故事性嘛 故事性比较少 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彩蛋 应该才是让听众朋友们比较知道说 我们在每一次的像采访啊 或者每一次的活动结束之后 我们都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检讨和讨论 所以这才是真的来的结束 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我们下期国家卫生研究院podcast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